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字 卢军红台长博客精彩感言摘录500 近一年我的左手只要弯到指定位置就会疼 抬手 穿衣服 脱衣服都疼 感觉就好似老人手无力 在外面按摩 贴药膏 自己不定期做手部运动都没有什么效果 一直以为是职业病或少做运动导致 在正月15元宵节 上香后突然脑子有个念头 念礼佛大忏悔文 用来削手疼的业障 当天一共念21遍 早上和下午上香一共念19遍 晚上再念两遍 当在座手部运动时 感觉手转动时不再像以前疼痛 舒服多了 实在太法喜充满 太感恩观世音菩萨 以前自己好愚昧 很多师兄分享和师父都说过 在特殊的日子多念礼佛大忏悔文 可以消很多业障 但极少在特殊日子按要求念礼佛大忏悔文 每天都规定念功课和小房子 弟子忏悔 请各位还在犹豫不决的同修 不要再犹豫了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好好听师父的话 好好地运用心灵法门的四大法宝 念经 许愿 放生 念白话佛法 坚持 坚信 好好修 一定会好起来的 雾在深秋 2021年2月28日17点55分 选自卢君红台长博客精彩感言摘录611 下面分享一下放生过程中遇到神奇的事情 元宵节那天我们去放生 气象预报是终雨 尽管早上雨下得很大 可是没能阻挡我们要去放生的决心 七点钟到菜市场买好鱼时 已经是小雨了 知道是有菩萨或法神在保佑着我们 到了放生地点 我们冒着雨在水库的坝上念了放生仪式 然后把鱼放到下面的水库里 张同修一个电瓶车头盔 放在水库坝上 大概没放好 当我们放鱼缸结束 还没走上坝 它的头盔就从我们身后十多米高的坝上丢下来 顺着坝一直落到水库里 冒顶朝下 离开我们站着的台阶左前方有三四米多的距离 手根本勾不到 又没有长的杆子 眼看着头盔向核中心飘去 离我们越来越远 怎么办 头盔没有了 回去的路上要被交警拦住并罚款的 头盔和我们人站的位置就像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我们处在三角形的底边与斜线连接的这段 而头盔在三角形顶端 情急中 我们求观世音菩萨保佑 大家 不约而同 大声念 南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圣号 念了几句后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头盔停止了往核中央飘 反方向飘过来了 不一会儿 像一只小船 有一只无形的手推着它朝我们慢慢地飘过来了 奇妙的是 头盔从三角形的顶端 慢慢地垂直到底边的另一端 再顺着底边朝我们站着的台阶飘过来 因为我们站着的左边 人是过不去的 我们更大声颂念 帽子竟然一直飘到我们站着的台阶边上 身手就拿到了 头盔是曲线回到岸边的 真的太神奇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有求比应 佛法不可思议 师兄们惊叹不已 真的有菩萨在啊 那天没有风 无论从物理现象 还是现实生活中解释 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由菩萨保佑 选话给我们看 让不可能变为可能 这就是精神变物质 再次呼吁 还没有走进佛门的人们 赶快醒醒吧 这世界上不是你看不到的 不相信的事情它不存在 靠山山要倒 靠人人要跑 靠观世音菩萨最最好 自修自得 不修不得 赶快拿起经书 学佛念经吧 学佛修心修行 一定会给你不一样的人生 我的分享结束了 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观世音菩萨妈妈慈悲原谅 请十方三世一些诸佛菩萨 和农田护法菩萨慈悲原谅 请恩师慈父慈悲原谅 请师兄们批评指正 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同修2021年7月18日下午1点52分 选字 卢君洪台长博客精彩感言摘录657 在2021年大年三十 初一还有元宵节那天 我在老家的小佛台前 真心痛哭忏悔我自己的邪音 念了总计一百多遍 礼佛大忏悔文 人有诚心 佛有感应啊 观世音菩萨真的很慈悲 晚上我就做梦梦见 自己拉了很多很臭的大便出来 梦里有个戴帽子的 告卫生的阿姨还对我说 你拉得便太臭了 要我把门关起来 虽然菩萨妈妈慈悲我 帮我削了很多邪音的业障 但我看这些不好的东西 时间太长了 如果不是学佛 自己还不知道 看这些是要下地狱的 同修2019年2月23日 17点01分 选字 卢君洪台长博客精彩感言摘录 斋录423 感恩拿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在元宵节那天 念功课和收送小房子时 应有两个月月事没来 弟子齐请观世音菩萨 保佑我医治妇科疾病 求菩萨保佑我月事来 生理期早日恢复正常 身体恢复健康 隔天月事就来了 而且量也正常 感恩拿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我 感恩何时 同休2020年2月12日22点05分 选字 卢君洪台长博客精彩感言摘录500 元宵节当天 师父开示 我们当天可以念27遍礼佛大忏悔文 我当天念诵了大概20遍 晚上做梦 梦到上厕所 流出好多不干净的血块 我之前被查出宫颈弥烂 我知道 这肯定是菩萨帮我 消除了我的业障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诸佛菩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